接下来跟大家聊第三个新闻 这第三个新闻 先跟大家读一下这个新闻的标题 这个新闻是相关于王毅跟韩国新上任的 外长通话的一个新闻 先讲标题 王毅对中韩关系提出四个加强 韩国外长呼吁华 也呼吁中国促朝鲜 敦促朝鲜克制挑衅 先跟大家读一下 王毅提出中韩关系接下来四个加强 包括加强沟通协调 互利合作 人文交流 以及国际合作 朴振则呼吁 在中国在促使朝鲜克制挑衅方面 发挥建设性作用 然后新闻里边提到了 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田 中国外长王毅前天 与韩国新任外长朴振 举行视频会晤 提出中韩关系 接四个加强 朴振则呼吁 中国在促使朝鲜克制挑衅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受访学者分析 中方试图通过这次通话确定双方友善关系 韩方则在中美之间代价而沽 争取安全保障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 王毅在会晤时说 中韩是搬不走的永久敬礼 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 今天继续保持地区开放包容 防范新冷战风险 反抗阵营对抗 关乎两国根本利益 王毅并提出中韩关系 接下来四个加强 包括加强沟通协调 互利合作 人文交流以及国际合作 他说双方要充分发挥元首外交 零领作用 用好各级层级对话机制 然后增进理解 推动合作管控分歧 然后中韩双方要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新能源等领域各有优势 可合作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 然后的话怎么怎么样 总而是这样的一个新闻 可能这个时候 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又会出来说了 干嘛那么给韩国人脸 对不对 韩国人如此的坏 韩国人如此的不好 干嘛要给韩国人脸 之前我跟大家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韩国重不重要 韩国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韩国的世大主义 现在那个大 他侍奉的是美国 对不对 然后韩国在亚洲 也算是美国在亚洲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 然后现在整个在亚洲 这样的一个局势 美国人能够抓住的抓手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低亚对不对 然后基本上跟美国翻脸 跟中国越走越近 对不对 咱们看看沙特的表态就知道了 石油用人民币购买 对不对 太硬了 然后的话 南亚的印度跟美国关系 也不是那么贴近的一种状态 大家也都知道 最近印度跟美国也是 奇形怪状 奇谈怪论 然后中亚 可能未来还会有一点博弈 但是中亚的局势 也很难改变 为什么 因为离中国太近了 然后的话 东南亚咱们就不强调了 东南亚跟中国的关系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大家看到这些事情 就是说就剩东亚 东亚的台湾 日本韩国 这就是美国在亚洲整个能够抓得起来的三个抓手 跟中国叫叫板 这三个抓手 如果砍掉一个 那对于另外两个影响都是极大 所以我跟大家说 就是韩国对于中国的意义 其实没那么小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 比如说评价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隐虚乐 然后他刚开始 就是就职典礼的时候 王岐山去了 觉得太高看隐虚乐了 我说这样不对 包含现在王毅 也是非常快 非常快 没有闪 然后 这个隐虚乐刚上台 这个新任的外交部长 朴振 对不对 刚上台 王毅就跟他通了电话 为什么要那么快 原因非常简单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他重要 就是因为韩国重要 韩国未来的走向跟中国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说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让韩国有点他所能够处的地位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要说这四个加强 为什么王毅要说这四个加强 大家真的是可以想一想 关于 就是说韩国这四个加强到底有什么用处 以及韩国在这四个加强里面 未来跟中国之间 就是中韩之间 它能有什么样的作用 大家把这个事情看明白了 就知道中韩之间打交道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地方 不过我还得再跟大家多说一句 我跟大家聊这种新闻 真的是 就是往深的跟大家聊一聊 接下来就会跟大家往深的挖一挖 比如说就中韩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合作 跟这四个加强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不跟大家说 韩国是什么小西八 你知道吗 这种词 我觉得有点太歧视了 太歧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跟韩国就像王毅说的 本身两个国家地理位置也近 对不对 然后到文化上也近 对不对 虽然说有冲突 但是毕竟嘛 对不对 毕竟嘛 离得太近了 韩国想搬走 他也搬不走 对不对 就是这种地位 你跟韩国一定要打交道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在中国国内玩民粹 然后带着头在那称呼 叫韩国是小西八 我觉得做这种事情的人 自己要检讨 为什么自己好好想就行了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 四个加强 跟中韩之间未来的合作 有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得知道 刚才这四个加强 刚才跟大家读了 就加强沟通协调 互利合作 人文交流 国际合作 然后刚才这里面 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韩的交流 跟韩国在中美之间左右互倒 它也有关系 韩国一定想的是 我在韩国 能够在中国这边得利 也要在美国那边得利 但是的话 王毅已经把框架给他划住了 之前我跟大家提 你像尹虚悦这样的人上台 背靠着韩国财阀的人上台 他离不开中国 因为什么 因为经济在中国 对不对 你要想发展经济 你想赚钱 你跟中国是离不开的 之前萨德导弹的问题 就直接导致韩国 从萨德导弹危机发生之后 国家的经济 一直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希望 然后一直走到了今天 如果说你要得罪了中国 对于韩国来说 没有丁点好处 没有半点好处 为什么 大家先跟大家聊一个产业的新闻 一个产业的新闻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中国现在 就是说有些行业 真的是全球领先 什么行业 电池技术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宁德时代 对不对 然后电池技术跟什么相关 跟稀土技术相关 对不对 只要你有稀土然后的话你才能够造电池 然后的话就是因为中国本身稀土资源很丰富 而且还跟中国的技术积累相关 现在全世界赢了算是第一名的 电池制造的大企业 宁德时代就是中国的 这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韩国也有一家电池技术 跟宁德时代不相上下 这一家就是LG LG常年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声音 在电池这一块突破了出来 但是大家知道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LG跟宁德时代是一种算是竞争的一个关系 两边都是做电池的 对不对 都是做电池的 而且技术 你领先我领先都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长处 所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 LG跟宁德时代是冲突的关系 但是 但是大家得知道 未来新能源的汽车 就使用电池技术比较多的 然后到新能源的汽车 未来市场谁大 韩国的市场大还是中国的市场大 对不对 所以说LG也脱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这是韩国跟中国的关系 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产业的新闻 对不对 大家得知道 这就是韩中的关系 韩国跟中国有没有竞争关系 有 对 LG跟宁德时代就是有竞争关系 但是的话 我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你LG想不想来 对不对 你要做电池技术 你要做新能源的汽车 对不对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 你离得开中国吧 离不开 这是一方面 还有刚才跟大家提到了 LG没有办法离得开中国的一个原因 什么 稀土啊 你没有稀土你怎么样造电池啊 这是这是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就是啊 你从这个电池这一块 LG跟宁德时代的这个关系上 能你就能够看得清楚 这就是未来中韩两国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像尹虚业这样的人上台 然后韩国不可能跟中国完完全全的翻脸 你翻脸对不对 影响的是谁 影响的绝对不是中国 影响的就是韩国自己呀 大家把这个事看清楚啊 那好 那你大家知道一个前提了 韩国不可能跟中国完全翻脸 尹虚业上台又是啊 美国最好 美国最棒 对不对 我要跟中国强硬起来 这样的一个人上台 那他上台之后 对不对 他要满足自己的选民呢 对不对 他要怎么怎么样呢 他肯定啊 还想要跳到美国这一边 美国爸爸给点钱 对不对 美国爸爸给点钱 不然的话 我就跳到中国 中国 中国爷爷那边了 占点便宜啊 占点便宜啊 美国爸爸不给钱 中国爷爷会给钱 对不对 爸爸赶紧给钱 美国会给他一点便宜的 就从最近的消息来看 对不对 这个亚太的 一个印太的这个经济框架啊 拜登提出来的 印太经济框架 拜登访问亚洲 第一个去的就是韩国 看起来要给韩国一点利益了 对不对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 对不对 韩国这左右横跳 那就得得利益 但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啊 咱们前提讲了 不管是从产业 从产业 从行业 从经济 从两国关系 两国的地理位置 两国的文化上来说 中国韩国两个国家分不开 对分不开啊 分不开 那这种分不开 然后的话 你韩国自己就要小心了 对不对 要打仗 你打不了 你离我太近 这是第一 经济方面 你依赖于我 对不对 我的市场足够大 然后的话 你未来有发展的行业 电池行业 那你这个电池行业 想要有发展的话 你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有歧途 那你韩国怎么办 我给你四个加强套筑 你四个加强 加强沟通协调 互利合作 人文交流 以及国际合作 咱们得知道啊 中国跟韩国这种国家打交道 中国不会吃亏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你离不开我 我跟你加个矿 未来是为什么要加矿 你别过从这个矿里面跳出去 怎么跳出去啊 20号这个这个拜登就来亚洲了 就要去韩国 去韩国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亚这个这个拜登的这个印太的这个经济框架 但是这个经济框架呢 到现在啊 没有细节条文出来 我没办法跟大家来聊具体里别什么样内容 总而言之 包含一部分基础建设 包含一部分互相的一些金融的一些关系 一些市场的开放啊 然后供应链的协调啊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只要包含基础建设 包含供应链协调 包含行业的一些问题啊 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双边的 韩国肯定要跟美国人来谈 谈双边的东西 你跟韩国去谈基础建设 然后谈供应链 基础建设 你用不着你美国人来谈 如果要谈供应链的话 就会谈到韩国三星的芯片 对不对 然后的话韩国会那么心甘情愿的让美国拿走吗 不愿意 之前有一个新闻 那就是美国的那个算是芯片大会吧 芯片大会 然后的话啊 那个什么要求三星啊 台积电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芯片的这种生产厂商 把你们的核心数据交出来 客户的数据啊 对不对 然后呢你的这个成本的数据啊 都给我美国人交出来 对不对 当时美国有过这种新闻 三星就是带着头说不 我不交 我不交 对我不交 虽然说到最后都交了 但是的话也前面在挣扎 他心不甘情不愿 为什么的 你美国跟我们韩国是竞争关系 你美国有 有英特尔 有AMD 对不对 然后的话那我韩国有三星能产芯片 那你拿到我这些东西 你美国想要干嘛 对不对 我以后未来就没市场了 你要把我挤死 我韩国还活吗 所以说韩国在这方面 只要牵扯到供应链 牵扯到供应链 牵扯芯片的话 韩国跟美国就形成不了利益 利益共同体 但是的话 美国如何对韩国产生吸引力呢 互相开放市场嘛 开放一些行业的壁垒嘛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提过一个问题 未来有可能韩国会是什么呢 会是中国的白手套吧 去美国嘛 去美国嘛 对不对 买点 买点好东西啊 买点啊人类智慧的结晶 人类科技的结晶 然后呢 刚刚这个新闻利益也说了 对这个中韩的合作啊 然后的话 包含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新能源啊 等各领域 对不对 而且可合作实现 一加一大于二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其那个四个加强 也提到了 加强国际合作 人文交流 互利合作 互利合作和国际合作 是什么合作 对不对 白手套啊 你不能韩国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形成壁垒的 大家得知道这一点 韩国很难跟中国形成壁垒 为什么 你依赖于中国的市场 所以说呢 慢慢来看吧 总而言之吧 韩国未来有可能是中国的白手套了 中国现在已经 王毅现在已经这个矿子 给韩国人套住了 那到底未来会如何 对不对 未来咱们慢慢看 未来还有拜登去韩国的新闻呢 咱们看一看到时候看一看 那个印太的经济框架 它到底是什么呀 对不对 最好是个双边的 最好你不允许 你美国人不允许 中国人去你美国买什么啊 这个人类的智慧的结晶 人类科技的结晶 对不对 咱们也中国人的钱 没有办法直接帮到美国的企业 痛心呢 但是韩国人啊 间接的帮中国人去啊 对不对 支持一下美国的企业 对不对 我觉得没准也是一件好事情了 好吧 这个新闻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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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曲 李宗盛